方圆故事 旧时光 新浪潮 要看的是全球的二手市场 越来越受到重视跟欢迎了 不知道您的家里是否也有二手衣 或者是习服物品呢 以前我们都会称这种东西叫做伸手牌 但它其实表彰的是一种 习服爱物观念的事件 统计显示全球二手商品 在过去一段时间增长了24%的规模 假如以衣服来说 会买二手衣的年轻人 更高达45% 加近于一半了 他们买二手衣的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环保意识 根深底固 因为越年轻的人 越对于环境的保育是很重视的 其次买的是一个品牌的形象 假如这个品牌跟环保 画上等号的话 年轻人会更愿意消费它 再者就是许多年轻人觉得 买二手商品更有个性 也更有个人的特色 而这样的二手商品受欢迎 对于全球暖化的减缓 是绝对有帮助的 假如以各个产业来说 纺织业的排碳量是排名第二 每一年的排碳量 占了全球排碳量的10% 所以只要有越来越多人 愿意响应在二手市场购物 欺负爱物的观念推广下来 绝对对于环境的保护 是相当加分 若大商场内明亮店面 整齐摆放不同品牌服饰配件 你一定没想到这些都是从二手旧衣大变身 家费者进到这家店的时候 他会有点吓到说这是二手衣吗 怎么品质这么好 不是他想象中这样 而且价格也很合理 衣服定价几乎都是市价的一半 旧衣大多都是知名品牌 创办人四年前从网路平台做起 希望让每件二手衣找到新家延长勿命 刚好在疫情节期间也有个机会 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新竹地区 拖开了一间所谓的概念店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 看是不是能够让消费者去看到 我们的衣服摸到碰到 去颠覆他对二手衣的那种过去的想象 经过开箱挑选拍照送喜上架 每个环节一手包办 外加省下不少心力 买家也能轻松找到心目中的二手衣 这样环境与消费兼容的商业模式 在近几年慢慢兴起 Z世代来说 其实也就是现在主力的消费市场 那他们在永续的观念上面 其实相较于其他的时代 其实强烈非常多 甚至是他们主流的价值观之一 那我看过一份调查报告 就是说愿意实际去采购二手衣 或者二手商品的这个意愿度 其实他们甚至高达80% 它可能偏我现阶段需要 但不会是长期需要 我就会觉得那去逛个市场 我们去用比较没有那么贵的价钱去买 我觉得这是不错的一个想法 那我自己也会去捐一些 我可能不需要的二手衣 或者是一些鞋子 翻转过去快时上大量生产 急买急穿的浪费 更多民众愿意投入二手市场 专家也分析 或许和年轻世代环保永续意识提升有关 想展现个人风格又需要看紧荷包 而在商品转售后的价值也是考量 能让它继续延长物命 而不是追求潮流买新物 已经拥有东西 但是知道自己可能现在已经不适用 然后重新让它回到二手市场去 让另外其他需要它的消费者去接受它 我觉得当大家越来越多人 进入这样的循环 我觉得这个领域绝对会为来越来越蓬勃 截至到现在我们整体的交易量 其实有来到65% 对 所以代表说那个交易量 其实是很快速在成长的 那以全台来说 其实数据上来看 台湾人的二手衣的交易量 其实也是一直在倍增 国外调查报告也显示 2028年全球二手市场将达到3500亿美元 成长速度也比全球服饰市场 整体成长快三倍 消费者是一切所有 这整个商业循环里面的起点 就是推动的一个点 生产的出来有人买 才有办法继续循环下去 所以我认为有意识的消费者 其实是这整个永续行动里面 最关键的角色 消费者在循环经济当中扮演重大角色 符合永续兼具时尚 从生活习惯去改变 永续不再只是产业的目标 更启发不同世代对二手购物的意识 大爱新闻 陈品杰李建宽 台北报导